对峙多个小时后,警方最终破门而入,虽然尺刀男子躺在阁楼一点动静都没有,但警员一点也不敢松懈,手持盾牌伸缩棍以及手提电筒以防尺刀男子回刀砍人。 尺刀男子被制服后,最终被警员以及救护人员从店铺里搬出来,似乎已经体力不支,失去直觉,被台上救护车送到医院接受治理。 事发在19号晚上7点多,位于筷子机一间贸易行,一名40多岁男子手持一把21公分大菜刀,把自己反锁在公司里,破坏公司的电脑以及其他物件。 治安警、消防员以及司警人员到场戒备,并且派出谈判专家上前劝服。 但期间男子却用木板将门封住,并且把贸易行的灯光关闭,现场气氛一度紧张。 由于警方担心男子会伤害自己,最终选择破门而入。 警方透露迟刀男子是一名外劳,在该贸易行上班,但由于他的老板也是他的亲生哥哥,扣他的工资才会性情大变。 迟刀对峙事件持续了四个多小时,但事件中没人受伤,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 澳门卫视高比勒陈建宁,澳门报道。